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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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小朋友的腰背力很容易失去平衡和受伤 通常腰部力量會加強鍛鍊 我們通常會叫他們拉一拉腳趾 以防他們落地會受伤 再來一次 媽媽覺得你這麼粗魯 剛好看見我喜歡打關斗 所以參加了一些體操項目 其實是喜歡的 因為當練習到一個動作成功的時候 滿足感非常大 沒有刻意去納字 不過我挺享受和別人分享動作 一個老師未必看見那麼多小朋友的時候 師姐的角色通常會做一些保護角色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挺享受 我原來可以這樣幫助別人 後期我更加去轉換一些運動通理 運動的創傷 希望在這方面可以有更多補給的原因 因為我經歷了 也了解過一些很可惜的受傷意外 在我任教當中 比較令我覺得有少少打退堂股的那一刻 我會覺得其實真的好像很危險 那些事情 但是自己也回去有再最深想過 不會因為一件事情 就將所有東西強迫 我就更加覺得 誠懷得失已經不輪到我們控制之餘 我覺得怎樣去令到小朋友可以健康成長 去發揮到自己最大的功效 這個是反而比較重要 我就觀摩了他們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不同的比賽 我就發現了其實原來他們的跳舞元素裡面 很多都有些體操的技術動作 包括轉體、翻腾動作 但是有時候我也聽到一些家長的反應 就覺得小朋友力量不夠 怎樣可以配合 在這些情況下 就令到我靈機一觸突然間覺得 其實可以將一些體操 藝術體操和勁技體操的元素 加進他們的跳舞元素裡面 在跳舞元素 老師未必那麼著重落點的動作 所以他們可能有時候不知道 原來的力量去做的時候 容易令自己受傷更何況 因為他們在硬地板 有時候他們落的話 不懂得射力 就很容易會咬柴或者搓傷 體操真的很有趣 有時候每個人都告訴你 可以的時候 其實你行不行 你自己應該是知道的 所以你要真的問心自己那句 和自己問清楚自己 是不是真的有100%的信心 甚至有120%的信心 才可以做這個動作 小朋友不受傷 你就已經贏了一件事